渡华世界杯挪威战 中国男队夺短距离团体追逐金牌 中心设北京11月21日电 速度滑冰世界杯挪威战比赛 当地时间20日进行 对为北京冬奥会资格赛和重要练兵 中国选手在短距离团体追逐赛上发挥出色 男队夺得金牌 女队获得铜牌 男子团体比赛中 中国队派出宁中严、王浩天与莲子文出场 三人状态出色 节奏控制得当 配合也相当顺畅 最终以1分20秒12的成绩夺冠 这是中国队在本战世界杯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东道主挪威队和波兰队分获2、3名 夺冠热门荷兰队由于一名队员摔倒 导致没有成绩 在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赛上 中国选手张丽娜、金金珠和李奇时配合默契 以1分28秒574的成绩获得铜牌 波兰队和加拿大队分别摘取金、银牌 当天还进行了其他项目比拼 在第一次女子500米比赛中 美国名将爱琳、杰克逊以37秒07夺冠 中国选手金金珠在冲刺阶段出现失误 以38秒309排名第10 与杰克逊同组的田瑞宁以38秒436排名第14 在第一次男子500米比赛中 加拿大选手洛朗、迪布、乐伊以34秒573夺冠 中国选手杨涛和刘安分别以35秒089和35秒111的成绩 分裂第14和15 男子1万米比赛中 现世界纪录保持者25岁的瑞典素华天才 泰尼尔斯、范德波尔以12分38秒928强势独冠 并创造了新的场地记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